哈哈 呀 哈哈 大家好 我是金鋼刀 這位是亞洲海釣王 小李 好 那因為前陣子呢 又發生了捷運殺人事件 那我看很多人都有發表一些想法 那基本上有些人說看到拿到要跑啊 可是呢 我們在一個密閉空間就是跑不掉 所以我們針對跑不掉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來處理這件事情 你在一個密閉的車廂 或是密閉的空間 你跑不掉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一個可以防禦的東西 然後這個防禦的東西呢 它又能跟你合體 怎麼合體呢 像我這個包包 這邊有一些裝潔棍 那這個包包呢 它這邊穿進來 它就可以變成我的盾牌 我看到嗎 這個就是可以跟我合體的一個包包 然後裡面呢 配合這個iPad 然後它可以擋包子 還有一個 我們這個可以 用這個強光照對方的眼睛 那我們在看青龍珠都知道嘛 其實一招很強叫什麼 太陽拳 在我上述的這些裝備呢 你還要有一個基本的武功 就是你要把你的腿練好 為什麼我說要用腿呢 因為踢 你腳會有穿鞋子嘛 所以它至少可以 假設它刀子划到你 你還可以稍微抗一兩次 抗一兩次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武功練好 好 我就看到了這個人 好 那我就要趕快去做一個反應 好 我就想掉了 然後我就用燈照他 對 然後呢 我用前蹬 好 這就是理想 好 這就是理想 哎呀 衝好 衝好 繼續拉 沒有 所以這個有一個重點 就是 這第一下一定要把它抽到 喔 第一下需要攻擊先揮過去 不是擋著它來開你 所以大概只有一次機會 好 那一次機會就很重要 對對對 再來一次一次喔 對 來 那我來一次喔 對 來 喔唷 然後我會看架 哎唷 它又被踢到了 不要喊喔 沒有 所以這就是 一次機會 所以你要把這個 武功練好 對 然後照他演 好 我就想像我這樣子 欸 這麼厲害 好好好 我反應他蠻強的吧 呼一 回一 嘿 哈哈 我會稍iin 休息一下 嘶 三十五 嘶 嘿 嘿 喔 6 1 4 4 谢谢大家